直接来看 我们这课程大概有几个方向 我第一堂课有提过 因为我们这课是跟云端跟App设计有关 那实际上未来 如果你要掌握那个未来 比如说你要规划你的 那个就是职业规划的话 比如说你们将来一定有毕业一天 那到职场上面 到你毕业的时候 其实有哪些是比较大的趋势 那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趋势的话 相对的你将来就业 会是相对的比较容易一些些 可是未来如果你对这一无所知的话 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就可能很容易就 就被拒于门外了 因为你对一些东西你应该知道 可是你却不知道 或者是说你即便知道 那你有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展现出来 当然除了呈现之外 当然就是 除了说相对应 像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证兆 或者是说 像类似的一些作品也是一个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秀一点东西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提到就是说 什么叫做AI 那其实为了请各位去 去思考说像什么叫AI 那你会发现 这个AI背后的话 还有蛮多的技术 人工智慧 顾名思义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希望 那个机器本身能够像人一样 能够具有思考能力 那他要怎么样能够具有思考能力 背后可能还要有一些其他理论支持 像包含什么机器学习 也就是说 那个机器本身能够有学习的能力 也就是说以前 比如说一个机器 自动贩卖机 他每一次都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他如果错了 比如说今天 如果那个自动贩卖机本身可以怎么样 做什么 加上什么人脸辨识 或者他可以辨识说你是谁 然后你要买什么东西 他自动知道说你上次买过什么东西 有点像一个老板一样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然后就自动帮你把你喜欢的那几个先挑 就是你不喜欢的就不要显示 你喜欢就显示 然后再给你建议一些些东西 跟你有一些互动的话 我相信那个自动贩卖机 应该会更有AI 所以现在很多厂商都希望能够推什么 推无人商店 无人商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无人商店不是跟以前自动贩卖机一样 就是卖你东西你投钱 然后就卖你东西 或者说你到那边就结账而已 他能够更希望就知道说 每一个使用者大概需要什么 甚至就是说他帮你 如果有在那边是会员的话 他自动帮你把你之前买过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兴趣的东西 直接陈列在你眼前 那这样你购物上面也方便 另外的话 在销售的成绩上面我想也会更好一些 所以其实未来的话 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说你将来在就业上面都遇到 所以为什么会在第一堂课 请各位回去先思考一下什么叫AI AI背后的话可能要机器学习 或者一些什么像神经网路 或者深度学习相关的理论做基础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 在第一堂课给各位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主要是希望你们自己去找一些答案 因为现在资讯其实非常容易取得 你Google一下关键字 我想人工智慧就会啪一堆东西 也许你可以先找一下维基板科 先看一下 然后延伸出去的相关的知识非常多 另外的话还有像大数据 那大数据的话基本上 其实顾名思义 当然前提就是大 也就是说这个资料如果有意义的话 相对的它资料量一定要 要是大的数量 也就是以前我们有个观念是 重值不重量 就是值比较重要量不重 但这个大数据分析底下的话 刚好颠倒 就是说它的量一定比值更重要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分析 分析一个商店里面到底哪一个卖的最好 有时候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知道说 这个商店每个客人停留观看 比如说他有兴趣的东西是哪一些 那怎么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 商店里面到底哪一个东西最热门 其实有的时候必须要透过像所谓的人脸辨 其实人脸辨是不见得是人脸而已 其实关键在后面的辨识 也就是说像现在蛮多商店就是说 它可以在每个重要的角落 然后设那个镜头 那个镜头就是它可以去辨识说 哪一个商品前面 那个顾客占的时间最久 也就是那个是热区 或者是说它拿起来多久 也可以计算一下时间 都可以透过一些那种相关的辨识 去处理后面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可以取得一些相关的大数据 那大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分析 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大家最喜欢 那你可以投其所好 其实一个东西要卖的好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投其所好 大家都需要 你就卖那个东西卖最多就好了 你会销量不断的就出来了 但你不能说人家都需要这个东西 结果你都不卖 那当然你都卖一些冷门的东西 那当然相对的 你可能销售的情况也不会太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是 一般的理论的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将来大数据的部分 也许可以当成是未来的分析 像一般的决策也是一样 你要做一个正确的决策 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数据 比如说大家都喜欢什么 那你尽量就投其所好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选举好了 选举为什么韩国瑜他能够这么的热门 其实我觉得背后他应该有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他知道说大家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分析结果也许大家都想要赚大钱 所以他每天都一直在喊赚大钱 一听到发大财赚大钱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就投他一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投其所好 那再来的话云端部分 所以我们之前ABCD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所以我们第一次上课有特别特别强调 这个是未来的新科技 带来就是新的机会 机会特别注意 OK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 其实我跟各位讲 未来的世界 你们的世界跟你们的父母亲的世界 或者你们的再上上一代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亲给你的经验 也许在未来不一定合用 OK 为什么因为你们面临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 电脑还没有那么兴盛 所以他们其实很像我们的主上辈 可以一个工作做到退休 他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的真主户可能是务农的 他可能一辈子就是种田就对了 OK 然后不断的就是种田 他就种种田 种到退休都是在种田 OK 那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 那些资讯不发达 所以他能够 他如果今天要跟你意见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意见 因为他的世界跟你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的未来世界 未来都会充实这些东西 AI 大数据分析 所以你懂不懂AI 你懂不懂大数据分析 还有你懂不懂云端 你云端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呢 其实也切入主题 就是说直接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学云端的话 实际上应用的最广泛的 你看得到的哦 其实就是Google OK 所以Google里面的话呢 当然 最使用最多的第一名就YouTube 这不用讲 对不对 上面就云端上面一堆的影片 这个影片数量哦 多到你会吓死 每天可能产生上亿的影片 这样产生下来现在网络上有多少个影片呢 无法估算 几兆个影片 哇 那个影片数量哦 可能多到你无法 可能一天产生的影片数量哦 可能是一个前 你们的那个前几代人的 总和都还超过了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以前古人哦 其实都非常单纯 想法 你千万不要用你现在的想法 去想古人怎么想 古人没有那么复杂 对不对 以前什么家书抵万经 这句话你一想家书怎么会抵万经 哪里还有家书 现在你父母亲就直接赖你就好了嘛 赖你大概不用一秒钟吧 可是家书可能要从这边传到你手上的话 可能经历过几年啊 对啊 对不对 而且还不一定送到你手上哦 对不对 可能会中间还会漏掉的 所以以前收到家书是不得了的事情 更不要说那个苦手寒咬十八年 对 还有那个 寒窗吧 寒咬 寒咬吧 对 就是他等他等那个薛品 薛人贵嘛 对不对 另外的话还有那个 那个谁有没有 红楼 不是 崔茵茵嘛 他等那个 那个谁啊 等的也要跟他讲说 回复到三年之后才回复 要不要 要不要娶我 要不要娶我这件事情 要等三年之后才能告诉你答案 谁要等你三年啊 你三秒钟不承诺的话 我就嫁给别人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你会发现现在的资讯传递 非常非常快速 那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云端 ok 现在很多东西其实都云端上面 就可以解决了 那目前在Google上面 排第一个YouTube 第二个的话 它云端硬底的运用 再来第三个也许就是Google地图 所以如果Google地图啊 你假设不熟的话 就真的 你真的会是路痴 但是如果你会Google地图 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真的要 环游全世界 应该都不是太大问题 为什么 除非说是那种 比较共产国家 它那个资讯 就是没办法 就不公开 像北韩Google地图上面 可能一片是空白 因为上面都不能标注 而且上面也不会有人评论 也许也没有人照相 对不对 那如果像台湾 就真的 Google地图 真的就够用 你大概上面呢 比如说哪一家餐厅 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去 请各位先看一下Google地图 一下评论 真的 不要直接就去 真的有时候会踩到地雷 对 真的 我有次真的就没有看 直接进去 发现很多人就是 直接一个字评论 就是雷 那评论 它上面可能只有 两颗星 三颗星 顶多吧 那你说这样的店 根本去都不值得去的 所以真的 有的时候你时间非常宝贵 真的在决定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别的大数据 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大数据 ok的已经下来 大家都说它不好 对不对 那你基本上 我想也不太可能有一些意外 好 我试过经验大概都是好的 大部分都说好 好 然后你去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我规划我的旅游的时候 我一定会先做功课 我真的不是说我今天很随性去啊 随性去你就拜信而归了 真的 我是这样想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 当然有时候人生也要是一些随性 但是有的时候在随性的前提下 可能是要做一点理性的功课 就理性跟感性取一个中间值 当然也不要说有些人 我没有出发前我没有做功课 我不敢出门 当然你最后就不出门了 因为你会发现你好像从来没有做完功课的一天 然后我的习惯是 好我部分做功课 像我的那个旅程 住哪里吃哪里 然后有一些行程规划去哪边玩 那我先确定 大家都说那个地方值得一去的话 那我先再调查一下 大部分当然从Google地图上面 已经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 因为几颗星嘛 啊除这个之外的话 你还可以看一下YouTube上面人家影片 拍的结果 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 大部分人说好你要看那个年龄城 有的时候是可能老人家觉得那边很好 但年轻人一点也不觉得 比如像什么那个太鲁阁好了 也真的年纪大的人去那边都说好 可是年轻人去那边都觉得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哦 因为年轻人可能不喜欢爬山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像那个六福春好了 或者像什么镇湖山市街那种游乐园啊 你老人家去那边整个是折腾 或者什么也其实不好 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每个都晚嘛 但是年轻人就觉得哇那太棒了 那其他的话呢当然 当然这个辨识啊或者电动车啊 这个也当然是一个区很重要的趋势啊 那人脸辨识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延伸的哦 以后的话你会发现 只要不侵犯那个就是什么的 隐私权的部分的话 到处都其实都有可能做辨识啊 不过前提是不侵犯隐私的问题 我讲过嘛之前 其实我们未来门口会设一个镜头 直接就辨识你有没有来上课 我根本不用点名了嘛 你一来马上就知道 到底谁来谁没来 那你也不用签到了 对不过这个前提是隐私权 到底这样子做 会不会侵犯到你们的隐私权问题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样也还好 因为其实反正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那老师只是针对这个资料做什么 做学生有没有在教室里面 这样子我觉得倒有无法 但前提就是你的资料使用的用途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呢 你把它流出去 然后让外面的也看得到 那这样就不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辨识的话当然未来也不是只有像 那个人脸辨识 像现在像停车场 你会发现台北 如果你们有开车的话 台湾应该没有了 如果你有开车 或者你们有坐压车 到停车场 台北市大概有八九成 都已经是车牌辨识了 也就是你将来 你根本不用去先刷卡 拿票 拿什么持卡 不用 一进去的话 他就知道说你的车子 你就直接进去 那你要付钱就是直接按那个什么 按你的车号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的话 蛮多地方都会这样 还有像现在 警察在抓歹徒的时候 有没有 其实呢 他们也用了蛮多车牌辨识 比如说哪一台车是不是脏车 他们其实在很多路口已经设 辨识 所以只要脏车过去 马上就抓到了 还有你会发现 他们每个路口其实他们已经用在 像那个 就是 调查那个犯人上面也会用到 OK 另外他们随手 他们每警察身上都有一台小的 那个 类似这种 自卫营锁机 也有个镜头 比如说一个歹徒 他乱 对没错 所以他有些人以前都乱抱 他哥哥的 他弟弟的 或他朋友长得很像的人 身份字号 想要蒙混过关 现在警察没有这么好骗 他就可能他乱抱没关系 他有那一支 那个叫什么 小神捕还是什么 就直接给你照个像 马上辨识出 你到底是谁 OK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那个歹徒就无所顿情 对 所以现在歹徒如果 也不能升级成那个 歹徒人工智慧的话 对不对 如果像以前那种笨贼的话 就真的还是不要当贼好了 如果你要当贼的话 你要当聪明点的贼 不然的话很容易 当然就会灾了 OK 所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辨识 太多了 只要是有一个形状可以轮廓 如果判断的话 那都可以是用人工辨识 另外我之前有介绍各位一个APP 就叫形色 有没有 形状的形色彩的色 那个APP主要也是做辨识 不过它是辨识植物的花花草草 那个APP我就蛮喜欢的 尤其到大自然的时候 一定会把那个形色拿出来 因为每次都看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花叫什么名称 这个草叫什么名称 那常常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是 像以前的话 就可能就是 反正就是红花 这是绿叶 所有东西都红花绿叶 感觉好像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用形色辨识一下 原来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 这个东西感觉还蛮有趣 你至少每次去就记得 这个东西就记得一下 而且它甚至花花草草底下 还会做一些说明 还会告诉你这个东西 它有什么作用 甚至它如果是可以当中药的话 它会显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植物呢 它的性是寒 是暖 是照热等等的 然后这个可以治疗什么用途 其实还蛮好 还可以跟中医结合 会不会有一个APP可以是跟中医有关的 自动把它有点像本草纲目 把你本草纲目里面的东西都把它加进来 然后你到外面的话 马上可以看出哪个东西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类似的疾病的话 哇那真的太棒了 那是经过处理才能用吧 没错啊 可是至少如果有这种APP 你会觉得不错耶 我是说这身边大概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可以做的事情 我只是举例而已 所以你说什么东西可以辨识 太多了 所以未来这种人脸辨识会跟人工智慧结合 也会跟大数据分析 也会跟云端结合 为什么因为 人工辨识主要是什么 也就是以后 就是说 电脑或者手机或者是一些装置 他都具备有跟人一样的智慧能力 也就是说 也是我们不可能 人一直在那边站着二次小的看一个东西 但是机器可以 所以也就是说像现在监视器有没有 有时候作用比保全更好用 对不对 你就让那个监视器有AI 他能够模拟像人一样的话 那他的好处是二十四小时不休息 对比如说他随时里面有云端 可以上大树去去看有没有歹徒的那个人脸 然后他只要一经过 马上就通报警察 对不对 马上就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真的做贼还真的很困难 随时都要一些科技 所以真的但是简单话说回来 如果那个歹徒也知道说你有这东西的话 他当然也会怎么样 尽量避开 对他比如说可以变装 或者是到后面当骇客 把你的data给置换掉 诸如此类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未来 会是影响深远的 所以如果说你未来能够在你们毕业之后 能够在未来职场上面也好 或生活上面也好 其实都应该要在这方面多一些琢磨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主要就是 请各位做一个类似利用这种新科技 然后做一个旅游文学的一个报告 那个文学其实不是像以前我们想那个文学 是很感性的 尽量还是要有一点理性 就是把科技结合进来 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越科技 然后又有点感性 又科技又感性 然后又有文学 文学的这种 这个里面 所以你可以尽量把这些结合得很好 为什么人不能说 又可以有一些 你感性的一面 然后又有文学素养 然后又可以把新的科技结合进来 这样的话不是一个感觉 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不是只是活在古代 那种永远只是 就是用古人思考的模式 OK 我觉得如果你用古人思考 真的在社会上真的活得很辛苦 对不对 你会愿意等一个人等那么久 当然你会觉得 好 最后的话当然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 其实主要你会发现 因为欧洲在2025年 也就是在6年之后 很多的德国 像我记得好像比较北欧的国家 像瑞典 像丹麦 这些国家呢 已经在2025年就禁止贩售燃油车 禁止贩售 也就是说呢 以后呢 在他们的国家的马路上 不会看到有那个 排气管这个东西了 以后的都是电动车了 目前其实好像我记得瑞典 已经一半以上都是电动车了 他们鼓励很多 就是如果你用电动车 你可能可以少缴税 或者说你可能不需要 花那个加油的钱等等的 他有很多的鼓励的配套措施 那未来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好像本来是规划是2035年 可是后来因为很多厂商抗议说 如果你2035年 距离也不过几年之后 那不是很多公司就要倒闭了吗 所以他可能会严谎 不过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趋势 但是电动车 你不能只是看到说 他只是把汽油 变成电而已 这么简单 其实他的概念 有点也是跟以前Nokia 手机变成智慧型的手机一样 因为其实电动车本身呢 他未来所标示的就是说 他其实也是一台智慧型的汽车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可以跟你的所有云端 大数据人工智慧 甚至是辨识 不一定是人脸 也就是像什么道路辨识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未来的电动车 他有一个跟传统汽车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他应该会慢慢具备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也就是以后你只要坐在车上 他就会自动帮你开车 开到那个地方上面 目前在台湾可能会优先的我想应该是那种什么公共汽车 公共运输吧 就是那种你会发现职业驾驶还蛮辛苦的 一整天就是一直要开车 或者货车时机好了 其实一整天要开时一个小时 我觉得也不能到 对不对 你导入你就是 以车辆的自动驾驶为主 那人的话为辅 也许你就坐在那边 如果有状况的话你可以介入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再来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些什么 因为疲劳价值而产生的车祸 其实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这种车祸 因为人已经太累了睡着了 或者是说像最近常常在讨论说 你一转弯 结果人在斑马线上面也不安全 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货车它有死角 所以特别注意 货车它前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太高了 所以记得在货车的前面一公尺 跟它的右手边的一公尺 跟它左边的一公尺底下 是看不到的 所以很多那种摩托车 为了像夏天嘛 要避暑 就躲在那个公车 或者货车的右边或左边 那太危险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货车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如果一转弯就把你压倒 很多这种案例会发生 所以未来像这种电动车 应该可以慢慢避免 因为它可以在车辆的左右前 前后左右都可以设那个什么 镜头嘛 如果它可以看到 就是说有一些情况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掉一些悲剧的发生 OK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未来都会主导将来整个社会的发展 然后相对当然工作机会也会从这边出发 因为慢慢的话 它会需要很多人才 介入到这里面 OK 所以如果你们懂这方面的技术的话 那未来在工作机会上面 绝对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讲到 那有关云端的部分 那我有讲到像Google地图 另外就是说 刚刚讲到这个形色 就这个 形的话是形状的形 就这个 你就自己再去Google一下 这个APP蛮好的 按一下 它自己就可以照一下花花草草 就会告诉你那个花花草草是什么 这个还蛮不错的 另外的话 Google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是Google地图 还有像Google相片 那相片我之前有提过 就是说它其实现在也加入人眼辨识 也就是以前你要整理相簿 你必须要自己去把它分类 但是现在还蛮聪明的 现在比如说你点谁 那个人全部的照片就出来了 那个甚至他还帮你分什么 分哪一个国家照 哪一个区域照的 他还帮你全部分类好 而且还帮你自动做影片 这太厉害了 再来就是有关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部分的话 那我们之前有交一个作业 就是PPT 所以我要的东西 特别注意 以后你们的报告 如果要简报的话 请你把它丢到云端上面再秀 我以后不收非云端的东西 如果你要丢一个报告 比如说以前发的Word 请你也是把它丢到云端 云端本身有个文件 其实就是类似Word的功能 但是它东西在云端上面 因为我们这个门客 跟云端有关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交作业的话 请各位慢慢就把它习惯 就是用云端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样以后云端对你来说 就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再来如果我说 你产生那个网址太长的话 那你就是缩转网址 加那个QR Code 这个我想前面都有讲过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Google翻译 如果你要出国的话 这个我讲过 Google翻译已经可以做到 即时的翻译功能 也就是比如你讲中文 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它可以即时翻译 另外Google翻译里面 还有功能就是说 如果文字你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照相 然后做什么 做文字辨识 它也可以帮你翻译 OK 所以这个功能还蛮强的 其他还有像YouTube 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 再来其他的功能 可能就比较少用 像Keep我也蛮常用 Keep做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像 记事本 或者是说你可以 假设你一些什么 像便利贴 以前是把它做便利贴 不过现在用Keep也可以做 其他像帮我规划形势力 而且这个形势力还蛮厉害的 比如说我今天的行程到哪里 他会自己开启Google地图的时候 他就自己知道说 我这个时间要去哪里 然后比如说我是开车 他就自动帮我做行程规划 到那边就可以 自动就可以知道那个位置 当然这些东西的话 在这个是电脑上面的画面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你今天是要在手机上 也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Google它的策略是这样 只要有云端的应用 云端在电脑上面应用之外 他在手机上也可以用 在平板上面也可以用 甚至未来在电视上 在任何装置上面 也都会有他的对应的APP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也许 不只是刚主流这几个装置 未来其实可能在汽车上面 也会有这些东西 汽车上面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拿Google地图来导航 像现在导航我还蛮多 以前还会去买那些 导航机 不过现在慢慢就是直接用什么 用Google的导航功能 其实慢慢发现 也已经蛮成熟的 早期用Google地图 常常会带你到一些 什么荒郊野外之类的 没有路的 或者很小的路 现在倒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Google地图有个优点 就是说他现在甚至哪里塞车 他也会帮你显示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像前方已经塞车的话 他会预先让你知道 用什么方式 就是在导航的上方 会出现红色一大片 红色的线条 表示说前方已经塞车 我就知道前方开始塞车了 我就知道要减速了 不然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 这个车速很快 你可能有时候来不及刹车 那就可能会也是一样造成悲剧 未来他很希望说 这东西是未来直接就装在车上 然后如果是电动车 他就自动假设我设定 我要去的目的地 他就自动帮我开算了 我就可以 然后可能他有那个人工智慧 他可以学习 比如说慢慢知道我的开车习惯 然后也帮我把它记录下来 以后的话就有点像很贴心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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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 在背后就交给他就好了 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不过背后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去去让他成熟 那另外的话 Google地图我们上个礼拜 有请各位就是思考一下 用科技来写旅游文学 不用马上交 所以请各位也试着怎么样 用科技规划你的旅游 然后交的时间的话 就是刚好在春假的下一周 再交就好了 所以也就是给各位一个缓冲 你规划一个行程 可以近也可以远 我想大家应该现在都会旅游 所以说老师我太宅了 我都不出门 你再怎么宅你附近好了 你去夜市可不可以 可以 反正就只要是你有出去 那你就可以写一个小旅行的杂记也可以 反正我只主要希望说 你们可以利用科技 那科技部分的话 主要是利用第一个就Google地图 其次的话也许你还有别的东西 你可以再加进来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新鲜的想法 或者一些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发现吧 而且你都可以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就是不要画一个框框 那另外的话我也希望说 科技不是冷冰冰死白板的 可能还可以加入一些温度 或者加入一些可能非科技的东西 可以有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或者是说里面当然也会需要有一些人的感觉 甚至你加入一些爱情的元素也是会并不错 OK 所以韩国也蛮聪明的 把爱河想要把它规划成什么 有爱情的元素在里面 把它弄得很浪漫 你这样不是很OK吗 以后的话你只要想到情侣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一定就要去爱河 可不可以 这样的话全世界有多少情侣 如果全部人都跑去爱河的话 那不得了了 当然也是可以思考一下 再来的话今天我们会有一个额外的练习 因为我前面讲过就是在地祥导这个 在地祥导我希望各位可以 如果你还没用的话 请你把你的在地祥导开起来 如果你只有第一集的话没有关系 反正不管你现在几集 如果你现在已经像我一样第九集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是希望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活用 主要用途就是说 你除了说可以在Google地图里面查看别人给你的一些评价分享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分享一些东西给别人 那接下来的话我要说明一下 怎么去使用你的Google的在地祥导 那我因为为这东西我也把它今天特别造几张照片 然后做几个练习 这边的话我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上个礼拜 因为我刚刚就想到说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过 其实如果说你要避免成为路痴的话 其实 说真的你只要会Google地图 你真的就可以摆脱路痴 这种困扰 OK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打开Google地图应该长这样子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手机本身有GPS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你的GPS 它会帮你显示在你现在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圈圈 所以我上个礼拜 因为本来想说用远到遥控的方式 遥控我的手机 不过好像有点问题 后来我想说不然我就截图好了 那我刚刚就在楼上 就截了一张图 那各位请看一下 未来如果说你不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收到GPS 就是你的卫星的讯号 那它会告诉你现在在哪里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扇形的一个方向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扇形其实不是装饰的 特别注意 这个扇形 其实就是你现在你的脸朝哪个方向 那也就是我其实我刚刚照相的时候 我是站在我们上面的那个 屋馆的那个门口 然后往外 所以我的方向是往下门口的方向 OK 那也就是如果你的这个GPS 你假设你那个 就是你的手机这个是精确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方向 你就朝这个方向走就OK了 那也就是说有些地方 比如说我怕迷路的话 我怕走反方向 我就可以先把手机打开 然后看一下我现在是 你转转 如果你转转的角度 你会发现它又会跟着转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方向对不对 那你就往前走 比如说我现在要往大门口走 那我可能有点偏 所以我就再转一个角度 它会跟着转 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那就保证一定是不会走错 这个应该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这个真的蛮好用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功能的话 那就会容易走就是走错方向 那再来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方向 你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那你转一下它就跟着转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它这个是叫2D模式 就平面模式 就是它从高空往下 你的这个 这个有点像固定 你的方向这个就北 这个是北 但是如果说今天呢 你假设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变成3D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方向 就会随着 比如我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的立体的 也就是说它现在呢 就不会是以那个上方为北方 而是以你现在朝的方向 它就是这个方向 它就跟你讲 你如果往这个方向走 那你可以不会看到说前面的道路 是不是你看到 比如说我刚刚在大门口的话 旁边就有一家那个 叫什么卡利亚里 这家各位应该知道吧 我现在才知道它叫卡利亚里 然后呢就看一下你旁边这个东西 是不是如果是的 图书馆在这边 那可以知道 那如果方位对的话 那你就可以往前走 那往前走呢 这一颗也会往前继续往前走 如果你有跟着动的话 你就知道原来我是走对的 我就不会迷路了 所以这个方法我在蛮多地方都这样用 哪怕是在国外 任何只要GP 就是在户外 其实都可以用 不过你会想说 那老师如果今天我在室内的话 可不可以用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方式在地下铁也是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地下铁 东西南北搞不清楚 像各位应该常常在台北车站迷路吧 台北车站真的太大了 而且底下挖空 挖到已经真的是什么 还有商店好多边很多商店街 对不对 其实我用这一招 就也是畅行无阻 保证不会走错路 为什么 因为它在地底下虽然没有GPS的讯号 可是这个方向它还是会出现 也就在地底下它还是 它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陀螺仪 它会自动去旋转 然后告诉你的方向是否正确 所以如果你往那个方向 那地球也会跟着动 也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在 像大阪 大阪的地下铁也是一样 也是很 常常找不到到底哪个出口 用这一招真的还蛮管用的 还是没有迷路 所以好像我之前是带 这个父母亲去大阪 他说这里怎么这么乱 在地底下你突然跑出了 就到我要去的地方 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不是我厉害 因为我靠这个 所以其实 如果说你以后 要当一个称职的导游的话 或者要当一个叫 这个工具 算导航工具也很好了 其实用这个就OK了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话 当然里面它还有一些讯息 比如说这个车站的一些相关的位置 它也可以会秀出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站牌 它里面有几号公车 还有多久时间 它其实也都会显示大概 不过这个可能没有像 台湾等公车那么精确 如果我看一下 大体上在台湾 这个资料倒也是可以参考 除了说公车之外 像火车好像也都OK 只是说我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更细一点的资料 可能再去利用公车或者是火车的APP 可能会更好 这样的话 尽量避免错误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导航 这边有一个什么 导航叫步行导航 直接它也会跟你讲说 如果要到门口的话 这样走 那当然关键地方 它也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一个你的方向是否正确 所以如果说你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走对方向 其实看一下这个大家就知道 那往这边走应该就没有错了 其他当然导航里面 它也可以有那个像开车 像骑车 或者是说像坐车 不过坐车它一杠 表示这边没办法做 做那个大众运输 OK 它没有 另外这边有一个招手 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 三分钟 三分钟 不是 一只手 这叫Uber 不过未来不知道会不会不见 因为Uber最近好像又有麻烦 OK Uber 因为它按下去它会跳Uber 就是叫Uber帮你载你到这边 只要三分钟 OK 其他的话 甚至你也可以用它里面的导航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你可以按一下什么 开始 按下开始它就自动帮你导航 按下开始它就自动帮你导航 不过我是不太建议你用这个导航 因为这个导航它没有那个方向 反而没有这个来的容易找到那个方向 所以你用这个导航 导不如用前面这一个 OK 我是蛮推荐用这个方法 它边走会边告诉你那个方向是否正确 再来就是最后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我刚刚提过 这个东西 它的方向刚开始你的手机不见得正确 有的时候也许你现在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但它可能显示反方向 那怎么办 校对 我上个地方有提过 你可以怎么校对 很简单 请你用你的手指头点这个圈圈上面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会跳出什么画面 跳出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 校正指南针 你就把这个指南针 记得校正一下 那你点这个校正指南针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它会跳出这个画面 不知道各位没有看过这个画面 记得如果你不要 你不想迷路的话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我在旅游过程当中不迷路的诀窍 真的用这一些方式 真的就可以畅行无阻 所以我老婆后来发现 她都靠我就好 我好几次跟她讲说 我今天不想找路很对 你帮我找找 结果后来结果都是我们在那边乱绕 又绕绕回来 然后我说你真确定 后来她真的就放弃 我说不然好了 我来好了 因为我想休息 结果有时候 我说我来一下 果然一下就马上找到了 她说好吧 所以她后来就放弃 有时候我跟她讲 你找一下路好了 我说不要不要 我负责别的事情就好了 后来她就负责 她就负责说她想去哪里 然后我就带她去哪里 现在我们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不想说她去哪里 她说我想要去哪里 然后我就带她去哪里 这样的话 手这样绕个几次吧 这样子你的精确度就是很高的 我不知道她这只是原理 反正只要你这个精确 以后你也不用靠别人 真的 你也不用问路了 所以我们在国外 很多人说 老师你会讲日文吗 我说不会啊 那你们怎么问人家问路 我说我从来没有问过路 我手机上都有 我想去哪里的相关资讯 我干嘛问路 而且我的资讯还比 可能那个路人还知道更多 那我何必还要问她 对不对 而且说不定她就指的反方向 怎么办 OK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 就是稍微试一下 待会的话 我也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成为在地想岛的第九期 的那个SOP 因为我有一个SOP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在地想岛 不断不断的分数 直直攀高 所以有像我们这一期课程结束之前 每个人都可以到第十期 我不是这样想 没有啦 太高喊 没有 只是一个目标 假想目标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慢慢养成好习惯 就是记录你身边 所有一切讯息 这些讯息 对你的未来都有帮助 因为你可以比较容易被看到 OK 好 这部分的话 待会再来看 好